何香蟹它是有一點淺淺的藍色 何香蟹很小隻 大概是五小隻 很小隻 牠在沙灘上會一大堆 所以有人會把它叫行君 是 行君 這樣才會有名字 然後你知道嗎 何香蟹是走直的 何香蟹大根部都是走橫的 牠是走直的 然後牠非常可愛 牠那兩隻手 其實張曹蟹的那隻小手也一樣 何香蟹的兩隻熬 兩隻大熬 小熬 你看熬的方向是 往下的 張曹蟹的小熬也是一樣是往下 那你猜要往下那個小熬要用來幹嘛 對 牠們就撿碎屑 你要是下次有機會 不管是看張曹蟹 或者是這個何香蟹的更明顯 然後牠們其實兩隻手很辛苦 很辛苦 那你想看 你撿這個爛泥巴 裡面的有機碎屑小孩吃 你會不會也撿到很多泥巴 會 但是牠沒那麼慘 我們說牠吃土 我以為是蚯蚓吃土土 對不對 但是蚯蚓吃土是用一隻吃一隻拉 就是這樣子 那牠的話 沒有啊 牠是挑有機碎屑的來吃啊 那牠這樣挑上來 而且牠動作也很快 真的很快 你現在是有機會就看 真的很快 牠動作那麼快 牠會有泥巴怎麼辦 你知道嗎 牠們超級眼淚 然後牠的嘴巴 就可以把泥巴濾出來了 牠就這樣吃吃吃 然後你會看到 這邊會有一球 越來越大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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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就是不要的泥沙 然後人家搭到一個程度 你知道怎麼辦嗎 牠動作超快 然後是越來越大越大 然後接著牠會有很大很快的動作 把牠這樣子弄掉 然後旁邊就會有一球 漂漂亮亮的 而且非常圓的一顆砂球在旁邊 然後接著牠又 然後又做一個砂球 你就覺得牠是砂球製造機這樣 這樣知道你會砂球 我講到這邊有沒有人在海灘上 或者是海邊有看過 有很多圓圓一顆一顆的小東西 那你有沒有很好奇牠是什麼 有的不是拉出來的 那也不是吐出來的 那個是沒有被吃進去哪裡的東西 原法叫擬糞 模擬的擬糞變成糞 所以其實下次有機會看到的話 非常有趣 那個手的動作很快 就這樣做得好 倒量 它是